8月28日,中国男子足球队官方宣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名单,广州恒大成为国教大户,多达七人入选,在联赛高居榜首的北京国安也有五人入围。 最出色的刀属维世豪,前段,他刚刚跟随中国代表团,朱英为亚运会,也有超级出色的发挥,原本在亚运会赛场,中国男足派出了最强U23阵容出击,维世豪、张玉宁、何超领贤、高准毅、刘一鸣、邓海文、黄自唱亚阵,为的就是冲击亚运会男足奖牌,国足U23的亚运会小组散极其顺利。 连续三场胜利,锁定小组第一禁忌,然而,较为意外的是,沙特对为了避开韩国队,落到了小组第三,实现了八分之一决赛,与国足U23碰面的情况,沙特堪称小组赛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名,也在八分之一决赛,给予国足U23痛击,4-3将国足U23给淘汰出局,令人十分遗憾, 但即使这样,在亚运会实现连续赌场破门的文士豪,依旧展现了较强的实力,令人欣喜。 此次文士豪进入国足最新一期的集出名单,一点都不意外,反倒是在淘汰赛表现并不好的U23高中尉留神一鸣,竟然成为亚运阵容,进入国足新名单的第二人。 此外,黄子昌这个在联赛前半段超级出色,在亚运会淘汰赛也有精彩入球的超新星,但出最新一期国足集出名单。 受累于各线战事太多,黄子昌最近状态不佳,此法短暂悲气用,给其休息时间,也是正常之局。